武功教训猪八戒 现在开始 话说 唐僧师徒四人 历尽千辛万苦 把那西天大雷音寺 如来佛祖处 求取三藏真经 这一天啊 师徒四人 又来到一座大山之前 唐僧勒马在马上观看 他就看眼前这座大山啊 山高伶密 是悬崖绝壁 十分的险峻 而且这山中 隐隐笼罩着一层黑气 唐僧可就不敢再往前走了 孩子们 他转头问孙悟空 悟空啊 为师官眼前这座大山 十分的凶险 以你之见 咱们师徒这山是过得呀 还是过不得呀 孙悟空的心中早有算计 此时他上前说道 师父 以安老孙来看 眼前这座大山中 不是有豺狼虎抱出没 便是有那妖魔鬼怪作恶 咱们师徒 且过不得这座山 师父 以安老孙之介 不如让八戒 先去山中仔仔细细地探查一番 回来 咱们再做定夺 唐僧还没说话呢 猪八戒先急了 猪哥 不带你这样的 俺老猪挑着行李走了一天 没时没刻的 这徐山的事不是你的差事吗 俺老猪不去 俺不去 孙悟空嘿嘿一笑 八戒 我看你是怕了吧 那是谁天天说 什么天鹏元帅 统领十万天兵天将 一把九尺钉耙 打遍天下无敌手 如今连一个小小的山包都不敢进 我看你是个草包吧 猪八戒啊 明知道孙悟空使的是激将法 可是他还真吃这一套 他一听孙悟空这话 立刻挺起大肚子 猪哥 你说谁呢 谁害怕 谁怕了 我告诉你 别说这小小的山包 几个小毛贼 小妖怪 就是想当年在天庭当中 他们也都得让俺老猪三封 俺老猪想当年在天庭当中 号称天鹏元帅 统领十万天兵天将 手中一把九尺钉耙 打遍天下无敌 得 俺去 俺去还不行吗 俺去 师父 您老人家先在这儿稍事休息 带俺老猪前去探探山 一会儿就回来 大姐 一路上要小心啊 早去早回 放心吧 师父 俺老猪走了 猪八戒 拖起耙子 一步一摇的 非常不情愿的 嘴里还嘟嘟囔囔的 沿着山路 可就进了山 苏悟空 看猪八戒走远了 这才走到唐僧的近前 说道 师父 俺老僧是故意的 就是要让这呆子去寻山 这一路走来 这呆子不是叫苦叫累 就是天天喊着要散伙 俺老孙要借这个机会 好好地教育教育他 让他今后不敢再造次 好好保着师父 往那西天去求取真经 师父 您且在此稍作 俺老孙去去就来 俺去看看那呆子 又玩什么花样 沙师弟且保护好师父 俺老孙一会就回来 放心吧 大师兄 师父交给我了 你快去快回啊 就在这时 孙悟空喊了声 变 他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只小蜜蜂 嗡嗡地飞着 顺着猪八戒进山的路 就追了下去 话说孙悟空啊 飞来飞去是飞去飞来 没发现猪八戒的身影 孙悟空心中纳闷 他想 这呆子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走得这么快 他正纳闷地忽然啊 就听到路旁的一棵大树后面 传来了打呼噜的声音 孙悟空心中暗笑 果然在这 他悄悄地飞到这树后一看啊 这猪八戒真会享受啊 屁股底下垫着茅草 倚着大树干 正睡得香呢 孙悟空可没叫醒猪八戒 你们猜他干嘛了 他变成了一只小啄木鸟 轻轻地落在猪八戒那大长嘴巴上 然后啊 孙悟空照着猪八戒这两只鼻孔 用他的尖利的嘴巴 都就是两下 成了猪八戒 有妖怪 有妖怪 妖怪 你别走 吃安老猪一爬子 我爬子呢 我爬子呢 我当是妖怪呢 原来是只啄木鸟 我说你好好的 朝我睡觉干嘛呀 想来是只啄木鸟 觉得安老猪这鼻子长 像树干 按着两只鼻孔 他大概给当成了有虫子的洞 想来捉虫子似 不管你了 说着他又坐在这草垛上 倚着树干 这回他学精了 孩子们 他拿着那宽大的袍袖 往嘴前一挡 把那长嘴巴给挡住了 又打起了呼噜 孙悟空心中这个气 心想这个呆子 真是不可理喻 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跳到猪八戒的大耳朵上 使出他那尖利的嘴巴 嘟嘟嘟嘟嘟嘟嘟 一顿的猪啊 猪八戒 一嗓子跳起多高来疼的 谁谁 谁谁 你干嘛呀你 我怎么得罪你了 那毕马温害我也就罢了 连你也欺负我 我跟你玩不了 我耙子 他明知道他逮不住那啄木鸟 对吗 他又无可奈何 于是只能说 气散老猪了 得 我也不睡了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于是拖着耙子 继续往山深处走去 孙悟空呢 唯唯一笑 又变了只小苍蝇 嗡 嗡 飞着 跟在猪八戒身后 话说猪八戒啊 又走了一小会儿 他停下来 孙悟空一看很纳闷 路边上立着三块 方方正正的大石头 猪八戒冲着三块石头 是又作一又鞠躬 口里还念念有词 不知道说什么 孙悟空心中更纳闷了 心想这呆子到底在干什么 于是他悄悄飞到了猪八戒的身边 一听啊 差点没气乐了 原来猪八戒把这三块方方正正的大石头 当作了唐僧 孙悟空 沙和尚 正对着三块石头边瞎话呢 就听猪八戒说 一会儿回去 师父一定问老猪 这山上可有妖怪啊 就说 妖怪可多了 对 一会儿师父要再问 这山是什么山 老猪就说 这山叫石头山 对对对 师父又问老猪 这山里的洞叫什么洞 就说石头洞 师父要再问 这洞里分几层啊 老猪就说分三层 对 师父要再问 这洞门是什么门啊 老猪就说 大铁门 得嘞 回去交差咯 说着猪八戒挺起他那大肚子 摇摇摆摆地往山下走去 孙悟空呢 早借这个机会 飞回到了唐僧的身边 把事情的原委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师父 唐僧听了也很生气啊 孙悟空说道 师父 待会儿呆子回来 你只管赵俺老孙说的去问他 剩下的交给俺老孙了 喊老孙如何收拾那呆子 正说着猪八戒从山上可就下来了 一边走一边喊 师父 哥哥 俺寻山回来喽 师父 唐僧站了起来 八戒 有劳你了 师父说的哪里话 有是弟子扶其劳 师父 弟子应当做的 应当做的 八戒 我来问你啊 这山中可有妖怪啊 有 师父 妖怪可多了 那八戒 妖怪见了你 作何表示啊 那妖怪一听俺老朱天鹏元帅的名号 早下的魂飞魄散了 好吃好喝 伺候了阿姨顿 师父 那妖怪还说 一会儿要恭恭敬敬地送咱们过山呢 八戒 如此说来可太好了 孙悟空在一旁 孩子们早听不下去了 他三步两步走到猪八戒的身前 一揪他的大耳朵 呆子 你给我过来吧 虎哥你干嘛 你有事不能好好说 你别揪我耳朵 疼疼疼疼疼 虎哥你好好说 八戒 八戒 俺老孙先前变个捉木鸟 三番两次的提醒于你 没想到你非但不思悔改 反而还对着三块石头 编起了瞎话 你说你该当何罪 说着孙悟空冲出了金箍棒 看俺老孙今天不先打你二十棒子 猪八戒真吓坏了 抱住孙悟空的魁是嚎啕大哭 虎哥我不敢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虎哥你那棒子一万三千五百斤 别说二十下 就一下俺老猪就成了肉泥了 我说师父 师父 您倒是给俺老猪求求情 师父 要不这样 如果俺老猪再撒谎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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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苦怕累 再偷来扫华 师父 就让观音菩萨收了俺老猪 让俺永世不得操生 师父 唐僧看看差不多了 对孙悟空说 悟空啊 我看八戒是真心悔改 这次全且饶过他吧 悟空听为师一句话 孙悟空这才放下了金箍棒 说道 今后再说那些散伙的丧气话 或者再叫苦叫累 别怪俺老孙的金箍棒 不认识你 对了 虎哥 俺老猪记住了 记住了 师父 俺知道错了 我这就再回山里去 仔仔细细的去搜寻一遍 我走了 我走了 说着猪八戒连滚带爬的 拖起他那爬子又进了山